好 国道继承收费呢 已经快要上路了 高工局呢 现在印了纸本费率表 免费提供给大家 没想到呢 竟然是一份八张A4大小的试算表 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你猛一看哦 真的你要戴个放大镜还是什么 还是要戴上的老花眼镜 在那边慢慢的看啊 被形容像是康熙字典一样复杂 这样子实用吗 上面还有小数点耶 以后尤其如果你坐个计人车 上了国道 怎么样按表 怎么样计算 怎么样收钱 要出现0.5的怎么办 真的是让人一个头两个大 国道继承收费月底上路 未来向国道搭继承车要怎么算钱 高工局推出的通行飞绿表 翻拿翻看了老半天 司机大哥看得不沙沙 原山出发 所以到基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边一个表显示的话 是25.1 花了好几分钟才对照出 台北道基隆乘客要付 多少国道过路费 都是因为这份试算表太复杂 仔细看看这张飞绿表 租住有8张A4就这么大 正面是国一国三飞绿表 背面是区分成北中南三个区块 但某一看密密麻麻 还有小数点有够复杂 被形容像是康熙字典一样 有够难懂 第一张字体真的是太小了 这个我的视力上 还真的是有一点点 就是说看不太清楚 而且不只字小 纸张又薄 昨天翻个几次就破了 折角的字也糊了 高工局IP 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实用 这复杂的飞绿表该怎么用 原来左下方数字是里程数 右上才是排架 假设从台北到基隆 距离是25.3公里 对照上去的过路费 就是28.9元 只是没人交 到底谁会啊 台北到基隆 看不太懂 刺激乘客都一头雾水 但基层收费即将上路 到底该怎么办 高工局提供另一个方法 就是在上交路道时 把里程表归零 下交路道后 再把里程数乘以1.2元 就是应收的通行费 但该从从时间点归零 还要担心边开边岸会有危险 国道技能收费 搭小黄该怎么算钱 恐怕还有更多便民配套 记得成绩的高家 台北报道